近期疫情趋缓 各项的艺文活动都陆续恢复举办 趁着纤维公益博物馆四周年庆 台中市政府邀请了明华园日字戏剧团 这天晚间来到大理草湖太子宫 演出了经典大戏八仙传奇 期盼市民能走出户外 享受丰富的艺文饗宴 演员连续后空班获得满堂菜 进行疫情趋缓 各项艺文活动陆续恢复 市府这天晚间邀请明华园日字戏剧团 来到草湖太子宫 带给民众丰富的艺文饗宴 同时也庆祝大理仙伟工艺博物馆四周年庆 对啊 这个宣传啊 看宣传的 太阁了 明华园日字团 我们邀请到陈胜寨跟郑雅生 为我们演出八仙传奇这样的一个戏出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特别为了要 让我们的纤维馆的十四周年的管庆 能够跟我们所有大理 跟我们户宫地区的市民呢 能够共同来分享 所以我们特别举办这次的活动 市府表示 这次林华园日字戏剧团 带来的戏码是八仙传奇 描述八仙之张国老 与蓝彩河呈现的故事 另外市长卢秀燕也赠送匾额 给草湖太子宫感谢缪芳的热心公益 我站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太主公 因为尤其去年整年疫情很严重 感谢我们的太主公 我们全体管理委员会 法官宗教立廟 安定人心 让民众的心可以安定戏 度过疫情 要来感谢我们老师长林博秀与议员 来支持 将传统文化 来跟太主元帅来祝修 收拾 让我们这地方这四大 兴趣四大来观笑 可以近距离欣赏国际级的一文演出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是否希望用爱与欢笑带给民众愉快的夜晚 也祈愿太子爷护佑市民平安健康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